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懂了 好 你是这么Cue 我心心心 没有啦 凯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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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哥的那个多多指教 天下无数 什么跟我叮运气又不关系天下 那名字里面取一个啊 叮叮悠悠呗 娘子我要给你买苹果 我就会把我的荷包 所有的家当都给她 你快去给我买苹果吧 可大可小 很有弹性 很有什么 很弹性 神巨亮的小伙伴们你们好 我是钟楚希 然后在民航昆仑区里面饰演五双 哈喽大家好 我是徐开 我在民航昆仑区中饰演的是丁云琪 用巨革的身份互相介绍下对方吧 这位是我的相公丁云琪 这位是我的娘子无双 什么化眉之乐 硅房之乐 硅房之乐 这是我们两个人那个结婚的那个词 就是他可能有一些爱好 就是化眉 美少男人啊 美少男人 要不要评价一下今天对方的穿搭呀 哇天哪 天哪 哇太奢华了吧 好想拥有这颗扣子哦 送给你两个啊 好啊 我是媳妇来的 好啊 他穿上他现在自己衣服 他的衣服都很鲜很飘 因为都古装 我听说昨天晚上需要给王老师洗头发 怎么可能你说的吗是 王老师说的 嗯 对你用那个帮我吹是吧 哎呀 什么吹头发 吹吹头发 哇 你说什么啊 我说 哦 刚初知道合作对象对方的反应是什么呀 哇 超级开心 期待啊 对对方合作前后的印象有什么变化吗 哇更帅了 哈哈哈 超级美 因为那种说话都 可以啊 你可以了 对你出汗了 说到漂亮都是从来都是真的 哎 你们之前知道许老师是这种人吗 我以前刚才不这样的 对 也不说这种话 真的不夸现在女演员 可能没有觉得我是女演员吧 之前有没有看我对方的戏 看过看过 演戏功率真的有真的有 演戏功率 我从不觉到的 他的什么戏我不看了 美部戏有谁啊 都有什么戏啊 芳华 哎呦 芳华咯 芳华咯 还不笑 请问你们一般怎么称呼对方呀 叫他无双啊 美女啊之类的 你怎么叫我定云齐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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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懂了 要不要说说 就这首他很爱唱一首歌了 我从来没唱过这歌 你们就信他 怎么可能我从来不唱 无比的真诚 看我的眼神那么真的 嗯 你不要不好意思吗 干嘛 哥王 哥王 哎哥王哎 对 真的是哥王 前段时间虚干了我还唱了rap 我还听了 哈哈哈哈 你要不要现场first style一下 哎呀 你真的 别了别了别了 别了 行 主持人家这么cue 不要这么谦虚了 等我再想一些致命的点 等一下 哎呀你们有太多不知道小说 有太多的才艺 这越挖越精彩 好 你这么cue啊 行行行行行 没有啦凯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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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欺负我 他老欺负我 天呐 是不是 我跟你讲 事情呢永远都是反着的 人不可冒相 爱谁 不可逗 你这说的我跟boss一样 你经常看 可是我都瑟瑟瑟发抖啊 我腿都打不开了 已经僵硬了 你一直都对 夹腿打 就开了你 我看剧坊一开始了 吴峰有一定会喜欢他 叮叮 你是丁丁啊 对啊小明就是叫丁丁 没有小明叫大丁啊 还要大丁 跟你讲 你够了 你是怎么说得出口的 所以你们是什么时候 触破这层关系的呢 就我就一直戳 一直戳 其实我觉得就刚开始就是 像对待妹妹一个哥哥 从小到大的嘛 然后慢慢慢慢的一起 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 其实云琪心里是喜欢无双的 但有很多事情放在面前 还没有处理完 然后无双就是说一些话 他就很容易想不开 所以云琪不想先这么做 所以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机 他就摊牌了 谁跟谁表的白啊 那肯定是我啊 让我答应了 剧中吻戏多吗 两场是吧 我们自己加了一场 这个在那个羊台的 就是羊台了 如果让你们想一个剧的热桑子条 会是什么呢 丁云琪给无双买苹果 丁云琪无双好甜 因为无双爱吃苹果 是你爱给我买苹果啦 嗯 真甜 那读完迷惘剧本以后 最期待拍哪场戏呢 飞来飞去的戏 吃苹果的戏 一看到苹果就好甜哦 一看到有吃苹果的戏 我好期待 什么时候可以吃苹果啊 我觉得就是最期待的戏啊 肯定是ending了 就是了结了一个boss 解决完他之后 我就可以跟无双 永远好好的一起生活了 脑洞一下 如果丁云琪跟无双借钱的话 用什么理由可以成功借到 娘子我要给你买苹果 啊对 这个可以 我就会把我的 我的荷包 所有的家当都给他 快去给我买苹果吧 然后他会偷藏我的东西 那无双向丁云琪借钱呢 不会成功 没有钱啊 我钱都给你买苹果去了 如果给丁云琪和无双 起一个CP名的话 你们会叫什么呢 天下无双 什么跟我丁云琪 又不关系天下无双 你不是天官的后人吗 可以可以可以 那名字里面取一个啊 丁丁佑佑呗 虽然两位是姐弟 但你们认为对方的心里年龄会是多少呢 可大可小 很有谈情 很有什么 很谈情 干嘛 在夸你 可成熟 可天真 又有成熟男人的一面 又有少年感的一面 哇 我觉得楚西就永远少女了 对不对 什么 男逸 有没有哪场戏你们拍完以后自己都在起鸡皮疙瘩的 画眉毛那场戏挺起鸡皮疙瘩的 其实 因为我们讲的词很很古老 娘子 天天为你刮眉毛 然后我说画眉毛什么意思导演 归房之乐 我想啊 你要不要天天那么过分 就那个讲的很起鸡皮疙瘩 就只有导演才出 对我们都是被导演科普的 这次剧中打戏会比较过瘾吗 手打烂了 对 哎真的有 这是真的有 他有一场戏是有一点点发泄 然后各种很蛮复杂的情绪 然后在打沙袋 然后我在旁边看表演这样子 就迷妹 就哗吃 然后看着他打沙袋 哇太帅 因为来很多调各种机位嘛 蛮重的一场戏 然后他那个 那个沙袋的那个表皮层很粗糙 然后他每一拳都很实打过去 对就没有再怕的 如果在这搜上看到对方的名字 加什么样的关键词 你会点进去看呢 中学习 美 我就会点进去 天天可以看啊 还看不够 徐凯胖了 哇 赶紧点进去看一下看一下 说到这个 徐凯老师要不要回应一下 网友们说 徐凯无缝金牛怎么还胖了 他胖了吗 没有 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瘦 疫情前后 经历了停拍啊 然后就一个人呆着啊 不能出去啊 我们那时候在酒店 牛排啊 炒米饭啊 天天只有这两样 就天天吃真的没有停过 吃到很晚还在吃 只要睡不着我就在吃 因为我要去搜一下 那你最近不是又瘦回来了吗 我有时候颜值又回来了 是怎么瘦下来的呀 那因为肯定瘦的时候 比胖的时候好看嘛 那大家肯定喜欢瘦啊 这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啊 你没见过胖的时候来啊 我一会就去搜嘛 那整个人你爸 因为现在每天拍戏 他有会消耗嘛 往钓一个走了 钓鱼 他每天去钓鱼 哎 其实刚才想说他80 我去运动 现在咱们娱乐圈里 有一个词叫内卷 有没有听过这个词 我到现在不知道内卷 什么意思 就是越来越优秀 我比你优秀 你比我优秀 我要比你更优秀 啊 那我不会了 刚刚标准高是好事 但我不会去跟别人比 但我 我能感觉到自己体重方面 可能什么 我会去减 但我不会是 我减肥不是因为我要跟别人比 常来不会跟别人比较 那楚心呢 你就卷卷你了 那如果在热搜上看到某某某恋情曝光 这样的热搜词 你们会发信息给本人确认吗 这个应该不会吧 大家都是聪明人 就会 就搜啊 就看一下 哦 你小子你竟然和 哦 你竟然跟谁人 然后微信也不会去问他 你就会吃瓜吧 吃瓜脸 那其实生活中楚心 你觉得事业和爱情可以兼顾吗 都要 这一旁的我都想笑 真的 干嘛 都要事业跟爱情 怎么可能啊 这都想要嘛 那有没有是一回事咯 哎呀你要这样子 说串别人的吗 我哭了我走了 挺好的 就抱我这种天真的幻想 那你呢 我肯定要事业不要爱情 我比较现实一点 我会选择一样 因为你没有事业就没有爱情 所以我要先有事业再有爱情 最后一个就是对着咱们镜头 我安理一下迷航昆仑吧 快来看迷航昆仑里面的 史卡有多瘦多帅吧 快来看我们迷航昆仑 然后快来看初期完美的表演 希望大家会喜欢加油 冲啊 好 好第二个啊 你绝对可以 来吧 来吧 羊头 追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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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每周三准时 盖客神剧上的最新节目呢 打开爱奇APP搜索 神剧亮了官方一键订阅 或散男儿维码 关注爱奇艺电视剧 微博微信公众号 掌握最新剧透 追剧不再lay back 安智天 安智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